注意看 阿瑟拿下一辆公路闪电 正在向老哥索要加照信息 老哥却表示 规矩我都懂 直接开始下一个环节 眼看老哥是个本地人 阿瑟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帽子掉了 进入失败 捡起帽子再来一次 眼看耽误了不少时间 阿瑟依旧不慌不忙 一辆公路闪电而已 让他15秒又合房 警灯一开 油灾油灾 赶快去拿直 蹲下就开始 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 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 现在美国ASP 阿肯瑟州的阿瑟耐尔斯 正在追捕这辆公路闪电 在刚才的交流中 老哥不仅拒绝留下自己的身份信息 而且还在老哥的扶手箱附近 发现一把银色的小手枪 眼看老哥跳过流程 直接开启最终环节 阿瑟决定今天要给他好好上一课 不得不说 这位阿瑟不仅经验丰富 而且视力十分了得 很快就将老哥锁定在视线之中 近期阿肯瑟州的阿瑟们流连不利 放跑了不少的老哥 大到二十岁的奥德赛 小到丰田卡罗拉 这些车型都能重工跑掉 确实有损阿肯瑟州阿瑟的形象 身为三大莽夫州之首的ASP 阿肯瑟州需要站出来 现在阿瑟的时速达到146英里 我们直接上战力表 这位阿嫂居然有诱心 感到今天注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观看这么精彩的对决 当然需要一台好的设备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就很划算 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 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 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 性价比也挺高的 大屏幕看剧可爽了 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 都经过多轮检测 跟星际一样 支持一年质薄 买二手少转转就对了 现在前方有轻微堵车 这是最适合缩短距离 也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 可以看到老哥就在前方 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上 而这条路的应急车道非常窄 好在社会车上 听到氛围灯之后 让出了一点缝隙 阿嫂立刻把油门焊死 加速追了上去 阿嫂凭借自己精湛的车技 在这个弯道到来之前 已经将距离缩短到了8秒之内 而这位老哥作为本地人 也是相当狡猾 看似他一次次下了高速 实际又从另一个路口上去了 从头到尾 连方向都没有换过 但凡阿嫂某一个路口转弯没看清 老哥就能成功消心 此时老哥不断地在车流之中穿梭 但是阿嫂却以不变应万变 提前来到了应急车道 而老哥则在一次次变道当中 损失了车速 此时道路的最右侧是高速出口 阿嫂连忙变道过来 现在的时速高达130英里 就在这时 老哥突然一个假工作变得回来 好在阿嫂早有预料 如此高的车速 这么快的反应速度 不愧是六星大佬 就刚才这个情况 如果换做其他菜鸟 先不说能不能变道回来接着跑 不撞不翻车 就算他八字毫 现在阿嫂把距离缩短到了不到100米 老哥的操作看上去明显有些着急 他再次把油门焊死 加速逃离 而阿嫂则是不慌不忙地跟在身后 显得有些调皮 毕竟这种公费飙车的机会 谁不着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 这是一辆雷克萨斯的IS250 搭载的是一款2.5自吸V6发动机 最大马力208 零百加速7.3秒 最高车速140英里 虽然不及到齐充电器 但也谈不上公路闪电 而这辆车的优势在于底盘和操控 如果有注意你就会发现 他在五星老哥的手上 超车时真的就像一道闪电 而老哥也将这辆车发挥到了极限 只见老哥几个丝滑的超车 真的画出了一道闪电 接着突然下了载道 阿嫂插仔被骗 好在阿嫂的操作非常极限 要不然这一下 老哥直接消失不见 这一套丝滑的连招 六星阿嫂都插仔没进去考验 现在的距离被大幅度拉开 老哥的绝活没有白念 这口气阿嫂自然不会轻易下咽 看看他会如何找回自己的牌面 此时老哥在刚才的一波操作下 打出了自信 几个完美的弧线将路过的队友给看懵了 阿嫂路过一看 这不是局里的锦花吗 大幅加成的机会到了 阿嫂立刻给锦花发去了语音通话 当团队里面出现妹子时 总会有人忍不住的兴奋起来 就像现在 阿嫂一脚加速来到老哥的侧后方 不仅阻止了老哥下高速 而且还是一个贴贴的绝佳机会 但此时前方突然出现社会车辆 阿嫂不得不减速放弃 而这一下老哥倒是十分得意 一脚油门把车速提到130英里 又一次成功的拉开距离 眼看在妹子面前吃亏 阿嫂有些着急 他终于开始严肃起来认真对敌 能和阿嫂纠缠这么久 这老哥也不愧有着五星的水准 而且连续几次让阿嫂吃鞭 老哥也是相当得意 现在两人依旧处于同一起跑线 结局如何还不好说 现在老哥第四次来到匝道 和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阿嫂离他最近 而且还在不断的缩短距离 看来阿嫂是不想忍了 老哥也意识到了危险 连忙封住了阿嫂的走位 接着加速离开匝道 他想借助前方的社会车辆 快速和阿嫂拉开距离 但他还是低估了 到齐充电器的动力 阿嫂不仅没有被甩开 还找到了一个贴贴的绝佳机会 就是现在 上去就是一个贴贴 这一下时速180公里的贴贴 根本就不是五星老哥能承受的 就连阿嫂都杀了100多米 速度才缓得下来 现在掉头看一下战绩 好好好 堂堂五星老哥居然玩起了荆棘独立 丝毫看不出来出场时的叛逆 此时局里的景花也来到身后看戏 这回笑脸转移 轮到阿嫂得意 前面我们说了 这位老哥的车里 有一把银色的小手枪 所以阿嫂和景花都十分谨慎 毕竟都已经到了MVP的结算画面 这个时候要是挨揽下 那是真不值得 于是阿嫂不慌不忙的 逃出了自己的大宝贝 人和啊 就这样 在两把半自动步枪的压制下 强如五星老哥也丝毫不敢反抗 任由阿嫂敲破天窗 拿走了自己的小手枪 当着景花的面 阿嫂这波赢麻了 此时身后的队友也陆续赶来 大局已定 ASP终于扳回一城 重新夺回三大满富洲之手的位置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本期的内容 没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最后的自由 我们有缘再会